各位宜蘭鄉親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看季節國語新聞 先一開始來看到宜蘭之光 三星國小棒球隊 日前參加了賀寶福杯 全國少棒錦標賽 以9比6逆轉擊敗了 勁敵高雄市聯隊勇奪冠軍 創下校史來最佳成績 而縣長林松賢 今天特地來接見球隊 也頒獎表揚 鼓勵選手再接再厲 在全國少棒錦標賽中 逆轉勝抱回冠軍寶座的 三星國小棒球隊 有5名選手因此入選 第三屆世界少棒錦標賽中華代表隊 為學校發展棒球運動競賽 創下最好的成績 宜蘭縣體育發展基金會 也發出一個大紅包鼓勵 就靠團隊 團結量 如果你一個人打的話 是打不贏的 所以棒球 是我們的國球 很有希望 我們在81年辦區運會 就是全國運動會 我們棒球是第二名 那時候只有我記得輸給新竹縣 新竹市是台電公司在打的 那我們宜蘭啊 我們很多的優秀選手 打十爆音 結果我們拿了第二名 很不簡單 那我希望在106年的全國運動會 我們宜蘭辦啊 我們的棒球很好的成績表現 縣長林聰賢今天上午特地接見棒球隊 不只是分享這份喜悅 面對優秀運動選手的生涯 縣府會重視訓練斷層的問題 把選手留在宜蘭 三星國小三星國中 那西南有馬賽國小文化國中 竹林國小 那當然現在 我們不只讓他們9年一貫 還要讓他們12年一貫 甚至也將後續的 他們再往大學學程 或者是未來的 食癌生涯的規劃 都能夠來把它無縫接軌 所以我們現在成立體育發展基金會 也就是在整合跟協調過去 我們依賴很多優秀選手 有些國小一畢業就被挖走 有些國中一畢業就被挖走 這個當中有一些 因為過去國中 高中高子沒有縣政府管 不過我們現在就透過平台 來跟這些學校來做協調 三星國小棒球隊在民國77年成立 成績逐年進步 已有多次獲得全國冠軍的紀錄 是一支擁有光榮傳統的棒球禁律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 怎麼不到 才導致